昨天我覺得我們辯論不好的地方就是 在那個地方情緒失控 為什麼你知道 2008年我爸爸用我的名字買那塊地 我每次說我爸爸一生最大的期望就是 哪一天我回到台大新竹分院去當院長 所以這個家裡什麼都要準備好 那個農地也不會蓋醫院 那個就是一個怎麼講休閒用的 連這種類似要休閒的地方什麼都準備好了 人生的境遇你知道 反正莫名其妙就當了台北市長 現在要選總統 其實這一兩年我就發現一個問題 我打電話我爸爸已經沒有辦法接了 為什麼 因為他重聽 我每次打電話去 他只要一聽到是我的聲音你知道 他就叫我媽媽接 因為他聽不到 有時候還問我媽媽說 他到底是私字還是重聽 因為當人重聽的時候就不太講話 我媽媽都說還好啦 不是私字啦 只是重聽 然後他92歲過年就93了 我妹妹選舉他 上一次看到那個 他騎腳踏車會出去 還好我已經把他的車子 先送給別人了 不然他還在開車喔 嚇死我了 結果我把他車子沒收以後 他變成騎腳踏車了 我現在更害怕 我說你92歲摔下來 一下就出問題了 但是這樣啦 我也沒有辦法去 那腳在他身上啦 我人又不在旁邊你知道 所以把電話給他他也沒辦法接 叫他不要幹什麼 他也不會聽我的話 那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這個常常就是這樣啦 一剎那時間太多種情緒 所以那個有點失控啦 老實講 就是這樣 情緒失控